竟然类似于动物 既您难以置信地看着前面的巴掌大的香炉 虽然不如动物寺可怕 却相差不是太远 有了这宝物 等于时刻处于近似动物之境啊 对修行者而言 什么最重要 一切法宝都是其次的 道的境界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一件物道之宝 价值无量 根本没听说谁会卖 那位雷霆主宰 也是在上古之战前知晓此战生死难料 于是才留下这物道之宝放在这 在旁边的九尘教主赖牙道军 都没急着坐下 而是在一旁看着激宁 赖牙道军颇为急切 贝明兄 你可愿取了这离合师父香炉 和我星河一族交换 贝明 你若是愿意和我古修行者一族交换 我古修行者一族 也会付出极高之代价的 九尘教主也说道 来牙道军九尘教主都看着激宁 激宁却依旧坐在那 伸出了右手 抚摸在了前面的离合师父香炉上 这香炉很是奇异 分成黑白两部分 仿佛两个奇异黑白香炉彼此相嵌而成 黑色部分摸着一片冰冷 而白色部分摸起来 则是让掌心感到温热 二者的奇妙结合 最终孕育出了那淡淡的白色香气 激宁手指尖法力涌入 开始炼化这件离合师父香炉 原来如此 激宁有些恍然 离合师父香炉可酝酿出香气 这香气会引领修行者进入近乎顿悟之境 不过这香气也会消耗掉 当然只要供应法力就能维持香气的不断产生 对法力的消耗也不算大 可是他所孕育的香气速度 只能供应一名修行者不间断的修行 难怪我之前两天一夜的修行 让周围弥漫的香气从三丈范围缩小到两丈 吉宁暗叹 这是离合师父香炉原本残余的香气 贝明 你确定选这香炉吗 九尘教主开口道 当然确定 吉宁点头 这样的悟道之宝 何等之稀少罕见 绝对的无价之宝 贝明 一旁的莱牙道君则是急切地看着吉宁 你可愿和我星河一族交换 故修行者一族底蕴极深 对这离合师父香炉也不是那么太渴求 我星河一族付出的代价定要比古修行者高得多呀 我还没说能付出什么代价呢 你们星河一族就一定比我古修行者一族高吗 九尘痴笑一声 两位 吉宁摇头 我暂时没有交换的想法 九尘莱牙都一愣 他对我也很重要 等那天他对我没什么用时 我或许会用来交换的 吉宁说道 河道 是何等之艰难 像贝塔莱厄天府道君 九尘 离星公主他们这几种几条最强之道融合的 河道成功就是主宰 可主宰何等之稀少 自于星海上古之战后 无尽将与献如金 一共也就三位主宰 而吉宁的终极剑道还要更艰难 河道若是成功 怕是比主宰更强 可是 有比主宰强的永恒帝君吗 至少吉宁没有发现 在异宇宙 主宰也同样是最强的 即便是异宇宙的毁灭神庭之主 在成为永恒帝君的时候 实力其实不如单尊者他们的 可后来 因为在起源之地有了大机缘 才会实力突飞猛进后来居上 成为异宇宙的最强者 那位神庭之主 显然河道成就永恒时的道 并不算太强 吉宁至今 也发现了好几具主宰大能的尸体了 从未发现比主宰更强的 吉宁完全能明白 要成为比主宰更强的永恒帝君 是何等的难 他的终极剑道要河道 那是何等之难呢 我过去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甚至都不敢说 自己能河道成功 最多也只有一丝奢望而已 吉宁看着手中的离合师傅香炉 不过我现在得到这悟道之宝 却让我河道的希望提升了许多 像北红剑对自己很重要 可这离合师傅香炉 他更重要 空灵的楼阁内 三位道君都各自心思复杂 吉宁是激动 莱雅道君和九辰教主 则是遗憾羡慕无奈 九辰 莱雅 吉宁看向他们 你们没有将我得到离合师傅香炉的消息 外泄吧 如果你们外泄 我也只能现在就离开了 没有 九辰摇头道 我可不会做那等事 离合师傅香炉虽然重要 可对我整个古修行这一族而言 还没有那么迫不及待 类似的悟道之宝 我族还是有的 可惜是轮不到我了 等我成为四部道君 或许可以回族内使用一些混沌时间 对大势力而言 悟道之宝有资格被定为镇族之宝层次了 某个极为逆天的道君即将合道了 就暂且用上一个混沌计 逆天道君永恒帝君对悟道之宝都有需求 会由族群高层决定由谁来使用 尽量来提升族群的实力 不过一般都是永恒帝君用的多 因为永恒帝君的实力也是能够缓缓提升的 如单尊者就是成为永恒帝君后才逐渐修行到主宰层次 还有 一宇宙道夫一道排在第一的福伯帝君也是在成为帝君之后 道夫一道才逐渐钻研达到极高层次 道君即使是用了悟道之宝 几乎也是合道失败 永恒帝君才是一个族群的根本 也就主宰这一层次对悟道之宝不太在意 蓝牙 九尘撇向了蓝牙道群说道 星河一族底子差些 我看他们都不一定有悟道之宝 恐怕渴求得很 他说不定已经说了 说不定星河一族的永恒帝君已经杀过来了 我没说 蓝牙道群说道 我不是那等卑劣之辈 贝明兄尽管放心 两位 吉宁则是说道 你们也知道这悟道之宝是何等的引人眼熟 一旦消息传出去 我就永无宁日了 甚至可能因此丧命 所以九尘兄 还有蓝牙兄 请立下本命誓言 自此以后 绝不泄了我这悟道之宝的事 连我在亭南行宫取走宝物的事 也不得丝毫外泄 我知道让两位立下誓言有些霸道 不过还能请理解我的苦衷 吉宁正中道 接下来在亭南行宫 你我三人可以轮流使用这离合师傅香炉 也算我对两位的赔礼了 北明 你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哪能拒绝啊 九尘教主当即就立下了誓言 这是北明你的机缘 他终究和我星河一族无缘呢 蓝牙道军摇头 随即也立下了誓言 其实他也知道 如果不立下誓言 恐怕吉宁现在就会立即离开 甚至会将悟道之宝藏起来 星河一族也是很难再找到 啊 谢了 吉宁松了口气 同时也做出了决定 这离合师傅香炉 乃是我河道最重要的宝物 比我的北红剑都要重要得多 不得有事 我本尊在外冒险 说不定何时就丢了性命 嗯 这次回到无尽疆域 就将离合师傅香炉 放在第二元神那 第二元神一直在三界中 又不冒险闯荡 的确安全得多 且第二元神同样如今开辟了新之世界 实力强大得很 第二元神使用离合师傅香炉来悟道 和本尊使用也没有区别 毕竟二者魂魄真灵是相通的 接下来 吉宁九尘来牙道君 开始轮流使用离合师傅香炉 每千年一换 离合师傅香炉有一个特殊之处 没法在时空加速的环境下使用 准确说 这香斧孕育出的香气太神秘了 一旦在时光加速下 要想让香气也跟着加速诞生 会让时光宝物极具消耗法力 即便时间加倍两速 对法力的消耗 也让吉宁不堪承受 这悟道之宝的确特殊啊 吉宁他们也老老实实地悟道 并未靠时光加速 即便如此 也比他们平常悟道要快多了 毕竟卡在平静时 即便是修行再长时间 也不得寸进 可近似进入顿悟之境 那进不可快多了 一般的平静都能迅速悟透 仅仅过去一万余年 楼阁内政盘西坐在蒲团上的莱牙道军忽然站了起来 这让吉宁九尘都疑惑地看去 莱牙 千年之期还没满 你怎么停下了 吉宁疑惑地问道 我来这行宫前就已经达到极限 借助这悟道之宝 我的道更圆满了 我再也找不到丝毫寸进之处 如今圆满无比 我的心境受到悟道之宝影响 又处于最巅峰状态 我决定就在这亭南行宫 何道 莱牙道军说道 何道 记宁九尘都大惊 何道 是一名生死道军最终及最可怕的生死节 我已经等得太久了 是该何道的时候了 莱牙道军轻声说道 眼神却从未有过的炽热 这是他生命中最狂热的时候 什么时候何道 吉宁问道 现在 莱牙道军看向吉宁 北明兄 何道士 这离合师父香炉 暂且借我一用 嗯 小事 吉宁当即点头应允 只见莱牙道军一挥手 旁边就出现一座三角形法阵 法坛上还镶嵌着三个黑色骨头 在这三个黑色骨头之间有凹槽 只见莱牙道军拿出了一个玉瓶 拔开筛子 只见玉瓶内 立即飞出了亮银色的水流 迅速流满了法坛的凹槽 莱牙道军一迈步就走上了法坛 盘膝坐在了法坛的最中央 为了准备这法坛也耗费了不少功夫 莱牙道军笑着朝吉宁二人说道 旧臣 想必你们古修行者应该有更好的办法吧 嗯 这是当然 我族内就有更适合的河道之地 我古修行者河道一般都会赶往族内 如果出现一些特殊意外没法回去 才会在外面河道 不愧是古修行者 我星河一族还没有能耐去建造河道之地 说着 莱牙道军看向了纪宁 还请北明兄将这离合师傅香炉放在法坛前方 嗯 纪宁心一动 哗 那香炉就移动到那三角形法坛正前方 离莱牙道军仅仅一丈的距离 弥漫出的香气 莱牙道军也能吸纳到 莱牙道军手中一番又出现了一巴掌大的玉瓶 拔开后 到处一颗散发着淡淡金光 且金光中 隐隐有着蛇在游走的圆滚滚的丹药 他一张嘴 那丹药立即朝嘴巴中飞去 直接被吞吸到腹中 韩明玉龙丹 嘖嘖嘖 这星河一族底蕴还不错吗 这丹药我现在一颗都没有 九尘教主夸赞道 纪宁因为得到丹叶七章 所以对能够帮助河道的丹药还是知晓不少的 韩明玉龙丹 能够让心境空灵 让魂魄真灵激发出不可思议的状态 比如 推演思考比平常要快上千倍万倍 毕竟 河道时间说短不算短 可说长 任何一个道军都不觉得长 自然是有限时间内推演速度是越快越好 韩明玉龙丹在丹页七章记载中 是排名第八的辅助河道的临丹 当然 记载中的辅助河道的临丹一共也就十二种 每一种都是颇为珍贵 排在前五的临丹更是罕见的吓人 在排名前五的丹药中 即便是单尊者亲尽全力 也只能勉强炼制出排名第二和第五的丹药 这主要是天赋原因 像排名第二的丹药 单尊者也需要付出极大代价且长时间 还要诸多的珍贵材料才能炼成 一般道军别说是前五的辅助河道的丹药了 即便是排名第十二的 就足以让他们为之钻破脑袋了 我足机缘巧合得到几克 我有些功劳被赐予了一克 莱雅道军微笑地说道 两位道友 我要开始了 希望能够合到成就永恒 嗯 成就永恒 纪宁九尘也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莱雅道军盘膝坐着 搭了下眼皮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只见弥漫在周围的香气 迅速被他吸入 渐渐地 一股波动 从他身体开始渐渐示范开 身体更是放出蒙蒙金光 那是属于道的光芒 他开始合到了 九尘说道 既您也看着 不知能不能成 即便在旁看着 既您都感到了沉甸甸甸的压力 和道 终究竟对任何一个道军都是天欠 他走的是金之一道 九尘清声道 生死道军层次 关于金之一道的一切感悟都开始进行最终的结合了 如果结合的无比完美 那才是足以永恒存在的道 只要有一丝不完美 那就失败了 吉尼默默看着 自己的终极剑道 不管是终极剑道第一层还是第二层 甚至是将来的第四层 或许威力非常大 但是都还没有到完美永恒的地步 什么叫永恒 就是这个道自身已经完美到没有一丝的缺陷 时光流逝的再久都无法对他有丝毫影响 这才配得上永恒 莱雅道军的实力和纪宁九尘孔萨相当 应该只是悟出一条最强之道 他合道的难度都比将来九尘贝塔莱厄要容易一些 他是在悟道的基础上进行合道 像纪宁这种层次更高的 要一切完美结合 那就太难了 纪宁估摸着 自己的终极剑道悟出第一层时 就得到了宇宙剑之本源的共鸣 代表自己的终极剑道已经包含一切方向 要成就永恒 恐怕就能媲美整个宇宙本源中的剑之本源了 难度可想而知啊 时间流逝 纪宁九尘都在看着 河道的时间一般最长是九年 最短则难说 说不定刚河道半个月就失败的 也是有的 说明底蕴差的是太厉害了 不知道它能不能凝结永恒之花 九尘轻声道 永恒之花 纪宁眼中也有着向往 河道 道数也是需要再次蜕变的 达到河道边缘 体内的金丹混沌空间的道数 就已经是十万八千丈了 许之 永恒帝君也是如此 这时候 道数没法再变得更加的高大了 河道 会让整个道数蕴含的一切道 都开始汇聚结合 最终要长出一朵美丽的花朵 道数开花 长出绽放的美丽的永恒之花 那就代表河道成功了 永恒之花便是道数一切道的汇聚结合 如果失败 可能永恒之花 刚结就枯萎了 当莱牙道军河道持续两年后 他体表的金光忽然大涨 耀眼夺目 他散发的生命气息威能都开始大涨 开始提升 已经超越了纪宁和九尘 甚至在继续提升 完全超越了任何一个逆天道军 他是悟出一条最强之道的 比当初学俭帝军还要厉害不少 一旦成就永恒 就是媲美八大圣城之主的层次 河道实力的确是一个大幅度的跃迁 关键时刻 九尘叫住低河道 开始拼了 是成还是败 就看这一刻了 纪宁也紧张的看着 显然在河道状态下两年时间 莱牙道军已经是到了不得不爆发的地步 他必须得冲了 冲过去 一切功成 那就是永恒 可只要有一丝欠缺 那就是失败 莱牙道军坐在那 面露痛苦之色 全身金色光芒浩浩荡荡 金之一道的威能在释放 他体表气息也在变强 同时在颤抖 他身体放出的金光忽然消散 他的气息也逐渐的衰落下去 失败了 九尘教主和纪宁都轻轻地摇头 不 莱牙道军难难滴雨 他能够看到自己体内金丹混沌空间的稻树 原本已经开始凝结的那一朵永恒之花 只形成一个花孤朵 还没来得及绽放盛开 就已经枯萎了 温破真灵之前 正在朝永恒 帝君层次跃迁 显然失败了 温破真灵 也开始从最内在本质 开始渐渐地溃散 这种溃散速度 非常的缓慢 可却是不可逆的 它是最核心处的溃散 如果不战斗 这种溃散会持续很久 可如果战斗厮杀 每厮杀一次都会加速这种溃散 寿命会急剧的缩短 三角形法坛上 莱牙道君睁开了眼睛 眼中有着悲凉之色 看了看纪宁九尘教主 露出了一丝苦笑 两位道友 何道终究是难入登天 我接住法坛服用灵丹 又有离合师父香炉的香柱 感觉是无比自信 可还是失败了 永恒之花刚刚一个花孤朵就枯萎了 都还没绽放 显然我还差上一大筋 莱牙 何道失败是常有的 九尘安慰道 能何道成功的终究是太少 特别是逆天道君要何道成功 那就更加罕见了 纪宁和九尘都能理解此刻 莱牙道君的心情 修行如登山 一步步从最底层慢慢前行 路途中多少坎坷磨难 终于走到了山顶 再迈出一步 是跌入无尽深渊 还是一飞冲天 莱牙道君何道失败 显然跌入了无尽深渊 他的魂魄真灵 已经开始了溃散 看着自己走向死亡 自己的修行路就此终结 即便早有心理准备 依旧会痛心得很 修行无尽岁月 至此止步了 蓝牙道君摇头 随即他哑然失笑 我年少时奋斗 一步步走向巅峰 而后才知道我们族群 星河一族生存的是何等艰难 成道君后 我一行为族群 太久了 太累了 我活了这么久 一直都是在于心海 还从来没去过无尽疆域呢 蓝牙道君站了起来 挥手收了三角形法坛 贝民兄 九尘兄 蓝牙道君看向 记宁和九尘说道 我要离开了 准备去无尽疆域 好好看看 多见识见识 甚至可能去无尽疆域中 漂泊流浪 我想在死前 多见识见识 记宁和九尘教主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不必送了 蓝牙道君大步朝外走去 目送着蓝牙道君离开 记宁和九尘教主都唏嘘 蓝牙道君现在对亭南行宫也不在乎 说走就走了 可记宁和九尘教主还是颇为在意的 因为行宫主人在墙壁上画了一幅幅画 可都蕴含了一门门的法门奥妙啊 显然行宫主人是刻意要留给后者的 还好他没发疯 九尘教主摇头道 我就见过河道失败后 发疯无比的道君啊 从小开始修行 一辈子都在修行 记宁则是看着之前蓝牙道君离开的方向 修行了上千混沌计 修行了上万混沌计 永远在修行 可突然河道失败了 修行录终止了 对任何一个修行者的打击都很大 心境变化也是很正常的 嗯 有些邪恶道君 平常将一些太过邪恶的念头压在心底 不敢太过放肆 唯恐惹得一些大能追杀 可河道失败后 注定身死盗销 他们无所畏惧 那些邪恶道君 一般会更加疯狂邪恶 当然他们也会在疯狂中灭亡 不知道我们河道失败那一天 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啊 河道失败那一天 自己河道失败吗 现在的自己也没法确认 那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境 说不定我们会河道成功 成就永恒呢 对 成就永恒 到时候我就是主宰了 我古修行者一族就有两位主宰了 可他们俩都明白 成永恒的路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正常十万道君恐怕才有一个成功 且几乎都是很普通的永恒帝君 纪宁和九尘安心在鲜河流域的亭南行宫中修行着 进步也颇为迅猛 在亭南行宫待了三万余年后 九尘教主终于突破了 浩浩荡荡的气息 以九尘教主为中心弥漫开 他睁开了眼睛 满脸笑容 我赤水终于突破了 四步道君 我终于踏入四步道君了 太难了 这从三步道君到四步道君 简直必从一步到三步道君 要难上百倍千倍 不过我总算是突破了 九尘兄 恭喜了 是该恭喜啊 我困在三步道君太久太久了 多亏有了离合十辅香炉 否则我恐怕还要耽搁一两个混沌计啊 我之前在先祖的考验下有了些顿悟 这次在亭南行宫才跨入了这一步啊 这一步跨出 九尘 你已经站在道君之巅了 纪宁说道 九尘也点头 而且他现在是意气风发 他是两条最强之道完美融合的 成为四步道君后 立即站在最顶尖的行列 和天府道君离心公主 他们一个级数了 或许因为其他一些秘书 法宝等原因 彼此实力会有些不同 可差距也不会太大 都算是一个级数的 月逆天 即便从三步到四步 也很难 像大漠道君 就同样困在三步道君很久很久 北明 你现在可不是我的对手了 九尘颇为得意的说道 这可难说 纪宁则是说道 别忘了 我可是心力修行者 我这些年参悟行宫主人这些画卷 汲取了行宫主人幻术的一些奥妙 你可不一定能完全扛住我的幻术啊 只要受到幻术影响 即便影响一两个刹那 都会影响到战局 这 九尘一愣 随即连声说道 哼 我现在刚突破 只要再过些时间 我的魂魄受神体运扬 自然会更加的强大 到时候 你的幻术就撼动不了我了 九尘忽然表现变化 我的道足够强大 刚突破到四步道军 就已经是河道边缘了 我也得多准备准备 我现在河道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啊 纪宁一睁 是啊 九尘也站在河道的边缘了 遥远的无尽疆域 大漠域 大漠永恒界内 有着著名整个无尽疆域的一处地方 一波界 一波界是一波帝君所留 一波帝君可是当初 无尽疆域推演一道排在第一的 比如今的大漠道军 要强了不知道多少 他神龙见首不见尾 即便是三大主宰面对一波帝君 也很是头疼 因为一波帝君的算计 实在是太可怕了 一波帝君的一波界 也藏有重爆 这是一波帝君离开前说的 而后他就进入无尽黑暗漂泊流浪去了 一代代的都是道军进去冒险 向天一道军便是其中之一 一波界仿佛被巨大的蒙蒙罩子给笼罩 而天空灰暗的光芒变洒在整个一波界 远处偶尔有修行者路过 也尽量避开远点 毕竟一波界太危险了 忽然 一道耀眼的绿光从一波界内射出 这一道绿光足有一万丈 从一波界直接飞向苍穹 甚至射穿了整个大漠永恒界的魔壁 又是一道耀眼的泛着血光的赤红色光芒射出 这一道光芒同样有一万丈 朝另一个方向射去 黑色光芒 紫色光芒 青色光芒 一道道光芒 左右九色光芒射出 九色光芒仿佛孔雀开瓶一样 射向不同的方向 它们玉山穿山 玉云穿云雾 且仿佛虚幻一样 根本不伤到任何一物 即便是一个杂草光芒穿过 也是丝毫不伤杂草丝毫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大事了 整个大漠永恒界 乃至整个大漠域的核心 聚集了无数的修行者 一个个都纳闷疑惑 那些祖神祖先 真仙真神们 也是更纳闷的很 可他们当看到 从一波界射出来后 都明白 这不是他们所能掺和的 这一波界 怎么有这么大动静 这发生什么事了 大漠永恒界 地位最高的大漠院 一位为大漠院弟子们 都震惊地摇看远处 夫君 一对夫妇 正在高空中摇摇看着 美夫人担心地 看着自己的夫君 一袭轻袍的大漠道君 则是表情复杂地 看着远处 唯一唯摇头道 我还是太过自傲了 对推演一道 太过有信心 和一波帝君一比 我实在是差远了 这下惹了大祸 更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恐怕事情 已经无法隐瞒了 唉 我也就一尊法身在里面 可田一大哥他 确实麻烦了 惹了大祸 美夫人担心问道 不会影响到我大漠院吧 你和我先离开大漠狱 先躲躲吧 暂且留下法身作证 躲 美夫人没想到事情 竟然严重到大漠道君 要出去躲的地步 要不了多久 大梁道君会杀来 大漠道君郑重地说道 我如果本尊留在这儿 甚至有命运之位 不过 只要我离开了 他们找不到我的本尊 就不敢动我的大漠院 终究我的推演一道 擅长的不是厮杀 而是推演算计而已 我最擅长的是 去及避凶 嗯 美夫人点头 走吧 现在就走 很快 大漠道君夫妇 悄无声息地 就离开了大漠永恒界 推演一道 的确让各方忌惮 可在战斗上 却很不擅长 像大漠道君 都几乎从不出去冒险厮杀 他身为三部道君 悟出推演之道 又达到极致 按理说 和三部道君时的九成一个极数 和孔萨相当才对 实际上 他的战斗力 要弱上一大截 勉强算和天一 清风圣主相当 这就是他的弱点 不过 他趋及避凶 遇到敌不过的 早就必让开了 可推演一道 终究他只是推演 并非对未来一切尽知 像这次 他和天一道君 在一波界内 就吃了大苦头 显然面对一波帝君的算计 他也中招了 所以赶紧灰溜溜的就溜走离开 一波界 九色光芒横空 有大动静 终究是大漠狱的核心 也有道蒙的一些修行者驻扎 负责道蒙安排的珍宝会 负责和大漠道君交流 同时因为一波界的缘故 所以这里还有整个无尽疆域 一些顶尖大势力 在这里安排的一些探子 这些探子实力都不算强 只是长期居住在一波城内盯着 因为一波界本就是无尽疆域内名气极大的一处地方 赶紧笔报 一波界有大动静 快 那些探子在这守了太久太久了 守上千上万混沌计 也只是为了关键时刻的禀报 个个不敢怠慢 很快 消息就从大漠域向无尽疆域传播了开去 一颗绚烂美丽的绿色星辰上 生活着无数的修行者 在星辰的其中一处角落 这里只有普普通通的一些木屋 更是仅仅只有一名 有着两根弯角绿色卷发的老者 正悠然坐着 搭了着眼皮 他这么一坐 可能就是成千乃至上万混沌计 他活得太久太久了 老祖 老祖 一道声音从远处传来 绿发卷发老者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睛中仿佛包含整个宇宙 他目光温和地看着远处 远处 一名穿着金甲 带着高高在上栖息的绿发男子 飞了过来 那绿发男子降落下后 恭恭敬敬地喊道 老祖 他如今已经是贵为圣城之主 论实力也和自己这一脉的老祖 不相上下了 可是他依旧无比地尊敬老祖 因为老祖对他是有着无尽的恩德 虽然不是师父 却不亚于师徒之恩 并且老祖对整个家乡的贡献 也是没谁能比的 没有老祖他们这一脉早就灭绝了 启笑 怎么想起到足地见我了 老祖 一波帝君你可还记得 记得 当然记得呀 老者苍老的面孔中带着一丝追忆 我成了永恒帝君后 漫长岁月也在琢磨推演一道 在推演一道上 曾自认是无尽将与南巡对手 可最终和一波兄一次见面 彼此小小切磋了一番 却发现差之深远呢 他在推演一道上 比我强的太多太多了 老祖谦虚了 一波帝君靠的就是推演一道成的帝君的 的确很是了得 老祖是成了帝君后 才去钻研推演一道的 而且他早就离开无尽将域了 如今无尽将域论推演 老祖你才算是第一啊 暂时的第一吧 大漠狱的有个叫大漠道君的小家伙 天赋比当初的一波帝君还强 三步道君时推演就极为厉害 等他成了四步道君 恐怕推演一道就能超过我了 在这无尽将域也能称王了 老者摇头说道 忽然他面色微变 双眸中无尽宇宙幻灭 他抬头看向奇效帝君说道 你来我这儿是因为大漠狱 不 准确说是因为一波剑 老祖厉害 的确是因为一波剑 刚刚得到消息 一波剑忽然发生了大的动静 有九色光芒从一波剑内射出 贯穿整个大漠永恒剑 如此大动静 难道是动鸣玉符出事 我猜也是动鸣玉符出事 当初道蒙在一波帝君离开前 希望一波帝君多练制几份动鸣玉符 可一波帝君仅仅赠于道蒙一份 说留下了五份在一波剑内 当初一波兄还说 如果永恒帝君胆敢进入以利破法 五份动鸣玉符就会破灭消散 只有道军才有希望得到 老祖 这可是河道至宝啊 七小帝君连声说道 得到这五份动鸣玉符 说不定我族还能多出一两个厉害的永恒帝君呢 老者也点头 动鸣玉符被尊称为河道至宝 在辅助河道方面 他就是公认最强的 没有任何一个宝物能超越他 动鸣玉符属于一次性的 得到他后 在准备河道的时候 可以在动鸣玉符内形成一个虚影分身 虚影分身可以尝试先河道 和真实河道一模一样 即使河道失败 对本尊也没有伤害 等于多了一次河道的经历 多一次河道经历 这足以让任何一个道君为之疯狂啊 河道 为什么那么可怕 就是因为只有一次机会 一旦稍微一丝浅缺 就会失败 如果多一次经历 第一次失败汲取经验 第二次就能更加的圆满 河道的把握提升十倍都不止 不过 动鸣玉符如此逆天 自然极为罕见 他需要一种宇宙中的奇物 叫做动鸣玉才能炼制 且也只有在推演一道上 达到不可思议成就的一波帝君 才能炼制出 一波帝君在离开前 消耗光了动鸣玉 才炼制了六份 一份留在道蒙 另外五份留在一波界 所以他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道君 前去冒险 可至今都没谁发现动鸣玉符 动鸣玉符的威能 可以让一名误出一条最强之道的逆天道君 进行完整的河道尝试 不过 如果误出数条最强之道 且完美融合的 即便去尝试河道 也只能尝试到中途 未能就消耗殆尽了 老者感慨的说道 这也是动鸣玉符的极限了 毕竟 误出数条最强之道 且完美融合的 一旦河道成功 可就是主宰了 要完整的推演一次出来 动鸣玉符可是做不到的 可仅仅一条最强之道的道君 却是可以完整的尝试一次河道